農曆十五 就用慈云寺邀请书法家 辉豪送春联 迎接龙年到来 民众索取吉祥春联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福气 拼命安安 呼呼气气这样子过新年 来用鞋的 比较有那个味道 比较有那种新年的气氛 庙方贴心准备吹风机 让民众把春联吹干 民众索取春联 替家户增添喜气 新年到来 慈云寺将举办一系列的艺文活动 12月15日 因为我们每年的慈云寺 都有送春联 请那个书法家来会好 大家看什么喜欢的 喜欢的春联 他都会写 免费送给人家 今年是金融年 我们从今天开始 到那个春节初一开始 一系列的艺文活动 儿童绘画比赛 出发比赛 还有那个元宵节活动 因为我以前我前主委 我先生他就坚持说我们基隆 我们春联市一定要办这些义务活动 奖学金 鼓励学生来画画 因为现在学错的人比较少 所以我们一直鼓励说 一定要这么做 虽然别的庙没有办别的活动 可是我们是坚持奔赛 还有奖学金 什么签砍 都是照样 都美好 迎接龙年到来 慈云市不惜砸重金 定制龙年主灯 利用后柜运到台湾 再组装 吸引不少民众的目光 今年是金龙年 我们那个龙是很漂亮 做得很精致 新了一年 信徒陆续来到庙里点灯 消灾解饿 希望未来一年能够更顺遂 今年是金龙年 鼠龙跟鼠狗的 都要来点灯点 看太岁 求平安 我们不限时间 早一点来点 比较不要那么急 迎接春节 慈云市举办 书法家辉豪送春年 让民众免费索取 现场充满浓浓的年味 记者黄绍明金龙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